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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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叫自敬其意 所以修行 当你碰到会让你心 懒散的 想睡觉的 生气的 起欲望 那个时候就是修行的时间 但只是现在的人 大部分是喜欢满足欲望 劳工对我好一点 钱赚多一点 谁对我好一点 事实上这个想法是错的 会让你内心很脆弱 像个乞丐 乞丐就手伸出来说 来给我钱给我钱 那个叫乞丐是什么 所以如果你没办法掌控你的心 你会很痛苦 就像一个女人 晚上先生没回家 她发疯了 动不掉 或是看到她爱的老公 跟别的女人去看电影 又去笑 那代表没修行 修行是不管面对任何境界 你知道控制你的心 这个叫禅定 就像你的先生说 晚上我要带你去玩 去shopping 去唱歌跳舞 你很高兴 结果她晚上又打电话了 不好意思 没法到 我要应酬 那如果那个时候你生气 你没有再修行 那个时候你说 太好了 多这个晚上 我可以念一万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可以去做焉供 我可以去拜佛 谢谢老公 这个才叫修行 所以佛教很喜欢讲一句话 念一下 随缘自在 随缘自在 一切随缘 一切随缘 对啦 各位要记下来 发生好事 发生坏事 都有它的因缘 也不是你能够控制的 那随缘 那就是要让你的心 接受变化 所以这个人欠你钱 不还随缘 所以呢 别人对不起你 随缘 所以这个缘就代表 相信因果 今天突然有人给你很多钱 随缘 我拿了这个钱 来帮助老人院 帮助孤儿院 扶持三宝 这个就是相信因缘 那我想我们一辈子出生到现在 面对很多的痛苦变化 但是这些痛苦变化 就是拿来修行用的 没有这些痛苦变化 你就不知道你的内心很脆弱 甚至爱生气 不懂得接受变化 所以各位你要经常晚上睡觉 要当作死去啊 了解吗 晚上睡觉 啊 啊 要回家了吗 你要这样想 那明天又醒过来 哦 随缘 赶快结善缘 所以你要这样想你的心 慢慢就练习 调伏自己的心 你最爱的儿子女儿生病了 你一定会很担心 这个会伤害你 但是他虽然生病了 你赶快来拜八十八佛 为他诵经 为他放生 回向给他 那他的生病 就成为你修行最好的祝愿 然后你陪他去医院 才发觉说 哇 这么多小孩子还生病啊 好可怜哦 所以呢 我要为他们念佛多一点 持药师咒 替他们点灯 所以 这样你就变成 你儿子小孩子的生病 变成一种慈悲心 老师说 执着 希望他 不要生病赶快好 那你会很痛苦 随缘 但是 他健康更好 他生病 我也很精进 那你内心就可以自在 而且还可以帮助他 因为你一着急 反而他更痛苦 但是你知道说 他现在在生病 我赶快为他忏悔 回向运心在主 结果 运心在主超度了 他自然会好 那希望各位 一定要保持这种 很平静的心 就像我看 很多女孩子 很喜欢去弄漂亮的头发 会发生的 因为他有他的因缘 为什么会变这样 但是你的心 不要被境界影响 这个还叫 如如不动 叫如来嘛 所以阿弥陀如来 释迦摩尼佛如来 来来去去 他如如不动 当然这是理想 所以各位要知道 那我们为什么在修 刚刚我看到 各位菩萨拿了饼干 面包 又看到那些被放生的 神医 神医 托杀 大家很快乐 跟他洒水 再把面包 饼干 为他们做烟供 快不快乐 慈悲心最快乐 也就是说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那你还在做烟供 你还在点灯 你还在念阿弥陀佛 这是最快的方法 不要让自己的心被痛苦抓住 要把自己的心用在 虽然太阳很大 各位走出去又没穿鞋子 但是你很快乐 你很快乐 因为你在帮助众生 心里会有一个快乐的力量 所以这样就可以超越你的烦恼 所以跟我念一下 世间是痛苦 世间是痛苦 修行才快乐 修行才快乐 所以释迦牟尼佛定八观灾界 他目的要救我们 希望你不要一直快乐在世间 做皇帝 有钱 因为这个世间 一切都是变化的 一切都是没办法主宰的 那佛陀要我们来体悟这种 解脱的 出离世间的 放下世间执着的快乐 我们忙着拜佛 打坐 供养 点灯 帮助众生 做烟供 超度 好快乐 事实上这里面哪有快乐 坐在这边 腰也酸 冷气也不强 所以 那是 也没有看电视 但是内心里面觉得 好平静 对不对 所以身体很累 没关系 但心里没有压力 所以希望大家要学习这个习惯 当然没有压力不是叫你不要爱你的先生 太太小孩 而是你练习这种没有压力的心去爱小孩子 没有压力的心去爱你的家庭 这样你才会平静 如果各位可以把生活当做修行 那你就非常有智慧 对你好 你很感恩 对你不好 我再消业障 而且让我能够断烦恼 那我想这个世间 所有的一切 都是在让我们修行的助援 如果你懂 不分你在家出家 健康得癌症 这个都是一种修行的帮助 因为健康 生病 有生命跟死亡 它只是一个假象 它不是永恒的 生老病死 连佛陀身体都有生老病死 但是佛陀 是利用他的生老病死 来爱众生 来度众生 所以对佛陀来讲 他是不生不灭 也就是说 他的心已经解脱了 空性成佛 没有生跟死 没有佛陀的快乐 或是让佛陀痛苦的地方 那我们要很羡慕 希望我们哪一天 也能够有佛陀的心 叫空性的 菩提心 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目标 像你现在做妈妈 做爸爸 你也不能一直叫你儿子去读书 去赚钱 然后万一天 哪一天他生意倒了 他离婚了 他会很痛苦 可能想要自杀 那是你的责任 因为你没有教他佛法 结婚有可能会离婚的 赚钱有可能会失败的 运动也可能会生病的 你要训练他的心 很平静 那当然透过佛法的修行 那现在我们要来做食供养 为谁做呢 各位刚刚去放生这么多鱼 为他做 各位刚刚去做焉供 要帮助那些鬼道地狱道 为他做 所以各位不要自私 每次我要拜佛 我都想到 我为众生拜佛 他们不会拜 我来拜 他们造恶业 我来替他们忏悔 如果你会这样想 你很少心情不好 你会觉得 生命虽然有一点痛苦 但是呢很有意义 因为我一直可以去 为他们去做事情 一个女人 如果碰到他这辈子 最爱的男人 哇 你看他那个脸像花一样 哇 漂亮了不得了 哇 他的心很快乐 意思是说 各位你修行啊 你不能这样 要睡 要睡 要死 要死 都没要笑 你是要去观察 你要很兴奋 哇 我要供佛了 我要去极乐世界了 我要替很多众生供佛 让他们能够超度 好不好 不要奥独独啊 现在佛菩萨好高兴啊 护法神很负责任啊 看到我们做三世更高兴啊 然后呢 我们大慈大悲 为地狱到恶鬼到 所有受苦的动物 我们替他积福报 他们就可以脱离痛苦耶 他们将来也可以成佛耶 要为他们做最大的供养 让他们很有福报 一开始我们要供香 代表各位很喜欢成香 谈香最好的味道 把这个最好的味道 来供养佛菩萨 也让这个最好的味道 进入地狱二轨道 哇都闻到佛陀的味道 他们就会超度了 那喜欢供香的人 鼻子会很漂亮 皮肤会很香 而且呢 很喜欢听佛法 因为 佛法就代表最香的东西 所以你经常供养香 你也变成很喜欢听佛法的意思 供灯 灯代表智慧 也代表眼睛漂亮 皮肤白 不会跌倒 我们这几年已经供了 三千一百万盏灯 各位听到水喜功德 同享功德 供香水 就是所有的大海大水都很香 都可以喝 二轨道喝了还可以升天 你要这样观想 供水果 不一样的水果有不一样的功德 供养苹果 芒果 人缘会很好 供养甘蔗 讲话会很甜 会发财 供养凤梨 外面有刺 所以呢 不好的 会跑掉 凤梨也是刺刺的 外面 当然里面甜甜的 那我想供养葡萄 多脂多顺 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水果的品质 就代表它的功德 供养香蕉 很容易消除障碍 供养 供养 野子 父母健康 不会中风 各种水果都供养 供养食物 不但为自己供养 为地狱道 恶鬼道 为所有不一样的人类 为所有众生 也为消灾牌位 会放一盘 为超度牌位 也放一盘 这是最圆满的供养 供养物 那各位要观想 你看得到的都变黄金珠宝 整个世界的黄金珠宝 为所有众生 来供养所有的佛菩萨 让所有的众生 都脱离痛苦 脱离贫穷 要生起这样的心 念下 心如黄金 心如黄金 真正的宝在你的心里面 不是外在的黄金 当你内心里面 这样子来供养诸佛 来帮助众生 这才是真正的宝 供养诸 各位你手上有养诸 也拿出来哦 供养佛 经常也拿来念 这等于佛陀的心在你的手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供养练诸 供养衫 一个乞丐穿着衫 他的外表超过皇帝的功德 就像一个木头 刻成佛像 哇 没有人敢去采他 供养他 所以各位有机会啊 多供养人家 袈裟 就像各位穿海青也好 下回有法会 多带几件来 有人没有吗 送你穿 你要多做了一次皇后了 多做了一次皇帝了 送人家袈裟 你的儿子买了一部摩托车 你就会很不放心 哦 骑慢一点 骑慢一点 免得车祸 你不用担心 你帮他供养加沙 给出家人 他就会安全 不会被破坏 那当然 我们希望这个世间 没有车祸 所以各位呢 最好经常去供加沙 供养出家人 然后 当愿世界没有车祸 没有灾难 老人不跌倒 所有都不要被破坏 大家都具足财宝 那同样供一件加沙 因为你发心为众生 那功德变成百千万一倍 那各位要懂的 但是你千万不要说 我不去做 反正我哪里知道供加沙算了 无所谓 你就把钱包的红包 上面写个加沙 你就交给法师 交给佛陀教育中心 帮我供加沙 那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 至少一次 两次在缅甸 缅甸因为很便宜嘛 比丘尼的一千七块美金 比丘的一千十块到十块美金 很便宜喔 那因为他们出家人多 但是无论如何 每一样功德 我们都要去做 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功德圆满 各位都知道一个出名的 释迦牟尼佛的故事 就是佛陀曾经供养七朵莲花 趴在地上 对不对 头发放在水里面 不让那个蓝灯佛采到脏的水 而且手上又拿七朵莲花 这样供养蓝灯佛 就在那一世被蓝灯如来授记 哇这个年轻人将来成佛 叫释迦牟尼佛 所以每一个佛都是因为累结过去世 用菩提心 哪怕供一朵花 哪怕供一块布 哪怕供几根草打坐 让那个佛陀打坐 就这样被授记 他将来成佛 那意思是说 各位每天都要在家里做供养 而且用真实的菩提心 愿成佛帮助众生的心 来做供养 那你每天就可以维持很强的菩提心 就像你的手机充电充得饱饱的 电池很满 那你这样每天都可以做很多功德 那现在我们要念这个 不空模拟供养奏 念的时候 那你就要观想 所有的佛都变成像一盏灯 无量无边 然后我们要把今天各位所看到的 所有的供养 来自整个世界所做的供养 都供养佛菩萨 那供养佛菩萨功德这么大 怎么办呢 那这个功德就融入到地狱到所有众生 恶鬼到所有众生 所有动物到所有众生 他们都得到了这个功德 也因为诸佛菩萨的加持跟功德力 那这些地狱恶鬼到出生到 这些生病的人就离苦了 他们就超度了 这个叫上供下施 不空模拟供养奏 所以这个奏非常重要 所以来 再背一次 像各位最后每天一定要供养一次 供养三次 供养七次都可以 再跟我背一次 来 香花灯图果 茶食宝珠一 茶食宝珠一 你也可以用一张相片 或是放在你手机上一打开 然后你就看到了香啊 花啊灯啊 哇 你就开始供养 这个叫什么 用心去供养 好 这个是最大的福报 所以各位念一遍这个奏来 OM OM AMUGA BOZA MANA BOZA MANA BAMME BANZA LA BAMME BANZA LA DANTAGEDA DANTAGEDA BOLOGETTI BOLOGETTI SAMMANTA SAMMANTA SASARA SASARA HOM 那我们要念三遍 然后呢会敲法器 哦 诸佛欢喜 众生离苦 哇 我们更快乐 这样想 所以各位等一下念 念很大声的好不好 哦 开始练习哦 哇 很快乐 很大声 以后叫你骂人 没声 我只会念佛 说好话 我不会骂人 练习这样 OM AMUGA BOZA MANA BAMME BANZA MANA DANTAGEDA BOLOGETTI SAMMANTA JASARA OM AMUGA BOLOGETTI SAMMANTA JASARA OM AMUGA BOLOGETTI SAMMANTA JASARA OM AMUGA BOLOGETTI SAMMANTA JASARA BOLOGETTI BOLOGETTI 4 charms 4 6 6 好 5 6 6 8 9 9 10 moles A 2 9 3 0 爱护众生的大悲心 跟你的一种空心 那各位要随时保持这个状态 希望每天你都练习 半个钟头一个钟头 在佛的心的阶段 念大悲咒 念钥匙咒 念阿弥陀佛 也可以 念阿弥陀佛 所有的佛都变阿弥陀佛 透过你 然后你在念阿弥陀佛 百千万亿阿弥陀佛 去救百千万亿众生 阿弥陀佛就 带在他们的莲花上面 他们都变成阿弥陀佛 所以那个时候众生变成 阿弥陀佛 世界变成 极乐世界 十方诸佛都跟你一样 变成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样快不快乐 这样就可以改变世界 也把这个方法告诉别人 不管你要念阿弥陀佛 唸观音菩萨 唸地藏王菩萨 唸律度母 翁达赖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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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样 动机要一样 十方诸佛的菩提心 帮助所有众生的大悲心 安住无我平等的空心 保持在这个状态 所以我现在来带各位念佛 好不好啊 那你看到前面喔 当你在念佛的时候 把整个极乐世界放在你心里面 然后呢 透过你想到他们 所有堕胎胎儿 哇 都到极乐世界很快乐 所有被杀死的动物 哇 都到极乐世界很快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各位要每天这样念 请问 假设你现在得癌症 然后是很痛 当你记得念的时候 痛还在不在 你会觉得奇怪 不念就痛 念了就不痛 看你要不要念 所以 因为你心改变了 所以 永远记住 哇 好庄严的极乐世界 做了大供养 这所有功德变成下地狱 地狱变成极乐世界 饿鬼道变成极乐世界 动物道变成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这样念佛 所以我要来教各位念佛 用三种心念佛 第一遍呢 大家念佛的时候 看了十方诸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叫 发菩提心念佛 你在极乐世界了 第二遍呢 用大悲心念佛 我们面对排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哇 所有第一二轨道 都超度了 好不好啊 第三遍 坐下来 对自己念佛 让你的心变成极乐世界 让你的外表都变成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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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种心 对佛的菩提心念佛 对众生的大悲心念佛 对自己的空性念佛 对自己的空性念佛 然后你的里里外外都变成极乐世界 而且 经常这样念佛 好不好啊 管你的 医生说得癌症 等一下 我要念佛 老公说我要跟你离婚 等一下 等我念完佛再说 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像各位你去过很漂亮的地方 去阿尔卑斯山 去看尼加拉瓜大瀑布 你要把它放在你心里面 所以等一下各位看这边 你要把极乐世界放在你心里面 好不好啊 然后再念那一边 你要把对众生的大悲心又放在你心里面 然后你坐下来念佛 哇 你心里永远是对诸佛菩提心在念佛 帮助众生的大悲心在念佛 安在你心里面 天天经常这样念习 今天有人拿个刀要杀你 他抢了你的钱再来要杀掉你 你很怕 他就会杀你 你说等一下 给我五分钟要死之前念念佛 你就这样念 他变成了阿弥陀佛 哇 他的祖先都超度 你把他的心也变成极乐世界 等你眼睛一打开 他跑掉了 他不见了 因为被你感动了 所以各位 你要怕 他就杀你 你眼睛闭起来 等我念完十分钟 你再把我杀了 世界就改变了 每一个祖师 包括玄奘法师要被烧了 他就赶快念心经 等他念完以后 那些土人通通跑掉了 他的绳子解开了 释迦摩尼佛也是这样 释迦摩尼佛被魔王要攻击的时候 百千万的军队用武器 佛陀眼睛闭起来 用慈悲心 用慈悲心想了他们 自然有保护 所有武器都变莲花 佛陀这个叫开悟 一切都不怕 叫法王 法就是你杀我害我 对我好 我都可以自在 法王 那各位要经常念习 念习久了 那你就可以突破世间的痛苦 所以我现在问各位 各位要不要去极乐世界 要 要 这就是菩提心 要不要变成阿弥陀佛 要 这就是菩提心 所以各位要经常念阿弥陀经 念阿弥陀佛 你的菩提心就永远在 而且 你不用去极乐世界 为什么 极乐世界进入你的心 你当下就在极乐世界 要怎样发愿 第二个我问各位 要不要救所有众生 要不要慈悲所有众生 要 那你要经常用慈悲心这样念 对不对 因为 你以阿弥陀佛的心 来对众生慈悲 为他们念佛 第三个 要不要让自己没烦恼 要不要让自己慈悲 要不要让自己正的空性 变成佛的心 那你要时时刻刻 保持佛的心空性 保持清静 那这样 你就会人生过得很快乐 但是最重要的 佛陀叫我们这样念习 是希望 以后 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 都用这种心态 用慈悲心生活 用慈悲心吃饭 用慈悲心生病 快不快乐 用慈悲心死亡 所以你只要保持念佛的心 那这个世间 你都不会被他障碍到 你还可以帮助他 那就是一个 觉醒的心 就是一个解脱的心 这也是 各位要把八观灾戒 用在你的生活 并不是今天守八观灾戒 而是 守了八观灾戒的行为跟心 用在你的生活 生命上 也去帮助别人快乐 所以以后各位可以开一家公司 叫念佛公司 八观灾戒公司 你来来来 我付你薪水 久了以后他就会付你薪水 那就是出家人 出家人叫做付你薪水 供养你 帮助你 所以我教各位这个叫 念佛 念法 念身 念三把 念佛的极乐世界 菩提心 念法 就代表念无我空性的 念身 代表观音菩萨的大悲心 所以各位 念佛 念法 念身 到极乐世界就在做这个 那如果你能够把 念佛念法念身 用在你的生活上 那你就是一个解脱的人 健康也好 得癌症也好 有钱也好 穷也好 都是在念佛念法念身 那就永远快乐 好 大家起立 你坐的脚好酸 坐在椅子上也痛苦 现在要合掌 我们要来念佛 要看到阿弥陀佛 要看到极乐世界 要看到所有一切的佛 跟快乐进入你的心 像军队一样 念到最大声 好不好 好 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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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的要看到阿弥陀佛,真的要看到极乐世界,真的要看到本师释迦牟尼佛,这样认真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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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在我心 阿弥陀佛在我心 极乐世界在我心 好,大家面对排位 把阿弥陀佛的心 把极乐世界的快乐 去救可怜的众生 他们太可怜了 众生太痛苦了 他们天天被杀 他们天天被火烧 他们天天没饭吃 所以刚刚各位去外面 看到那些鱼 不救他,他就是被杀 救了以后放 也可能会被杀 那些可怜的恶鬼道都没得吃 隔壁餐厅他们正在吃 哇,你吃我,我吃你 人吃肉,好可怜啊 所以想到那些排位 也想到我们过去堕胎的小孩 想到我们过去对不起他的冤心在主 我们升起这个大悲心 把佛的心,把极乐世界 转到他们身上 这样来念佛 刚刚我们是看到佛好快乐啊 现在呢,看到他们好痛苦要掉眼泪啊 所以我们的堕胎胎儿太可怜了 我们把他杀掉了 妈妈想到你很忏悔啊 我很痛苦啊 我们想到那些牛被杀 我们掉眼泪啊 用慈悲心来为他们念佛 所以 为所有印尼人念佛 希望他们哪一天跟我们一样 能够念佛 为那些白人黑人 不懂得解脱佛法的人念佛 想到他们的可怜 努力了为他们念佛 所以 用的慈悲心为他们念佛 用了你的嘴巴超度他们 念了他就超度 念了他就把他脱离痛苦 所以 将来大声念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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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自己最爱最尊敬的阿公阿嬷 或是最爱我们的爸爸妈妈 他们现在离苦了 超度了 得到我们的功德 他们身体花亮了 坐在莲花 我们好感动 好快乐 以这样同样的心 来对待其他可怜的所有轮回众生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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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他生起惭愧心 我们愿意用生命还给他 但是我们要向他忏悔 所以为他念佛 希望他可以离苦去极乐世界 以同样的心来对待所有人类的 众生的冤心在主 化解他们的痛苦 不要互相报仇 大家同样生起悲心 互相帮助 不要互相伤害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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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勿无声,不退菩萨为伴侣,问讯。 大家现在请坐了,要为自己念佛了。 特别今天守八观宅姐做了这么多的功德。 所以你现在念佛,你的心充满了菩提心,大悲心, 那内心里面也充满了平等无分别的空性, 你变成像佛一样的快乐。 不但你自己快乐,希望各位印尼的总统, 印尼的所有人,美国的总统, 中国的领导人,全世界包括墨西哥,包括委内内, 所有的人,所有的部分男人女人, 心都跟你一样的心。 你要这样想,由你自己变成众生平等。 你自己平等了,众生就平等了。 你心圆满了,众生就圆满了。 所以你一定要让你自己先有菩提心,大悲心, 绝对无我空性了解智慧的心。 那你呢,开始去影响所有的人, 大家都变成跟你一样,变成阿弥陀佛的外表, 阿弥陀佛的声音,阿弥陀佛的心。 以后各位在家里念,你要先念哪一个都没关系。 你现在看到众生苦,先用大悲心念佛。 然后呢,你觉得你心情不好, 先赶快用智慧来念佛。 然后念完以后,再念佛的菩提心, 再对众生生起大悲心。 看你要从哪一个门进来都可以。 那这样呢,你习惯这种修行了, 这个叫念佛三昧。 然后你就用在你的上班啊,上厕所啊,吃饭啊, 都不离开念佛的心。 假设我们今天有一千个人, 那今天就是一千尊阿弥陀佛坐在雅加达, 好不好啊? 以阿弥陀佛的心,以阿弥陀佛的声音, 以阿弥陀佛的外表, 把雅加达变成极乐世界, 把印尼变成极乐世界, 把地球变成极乐世界。 你一颗心就可以慢慢帮助这个世界。 所以,以这样的心,大家来专心念佛。 所以跟我念,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 当下就是佛。 当下就是佛。 大家来做阿弥陀佛。 大家来做阿弥陀佛。 所以,今天人家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阿弥陀佛。 今天回去你老公说, 阿弥陀佛。 所以,因为你要提醒自己做阿弥陀佛, 也提醒对方做阿弥陀佛。 这样来念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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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南无就是我的身体,我的嘴巴,我的心, 我整个生命变成阿弥陀佛。 融入于阿弥陀佛。 叫南无阿弥陀佛。 好,喝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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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变成阿弥陀佛 你的家人 先生太太都变成阿弥陀佛 你的儿子也变阿弥陀佛 最讨厌的人 他都有佛性 他也变成阿弥陀佛 所谓空性 就是没有分别 对你来讲 对你好 对你不好的人 都是阿弥陀佛 那你内心就平等 就空性了 这样就看一切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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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蜜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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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法无上心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自归依身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何难顺重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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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西法菩提心 西法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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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我很希望 我没办法天天 跟各位在一起 但是各位可以天天 跟阿弥陀佛在一起 因为阿弥陀佛 在你心里面 慈悲也在你心里面 那这个才是 你生命的圆满 这也是让诸佛菩萨 最快乐的时候 诸佛菩萨就怕 我们受苦 我们又要烦恼了 又要放不下了 所以你赶快念佛 佛就好高兴啊 儿子又回来了 不要流浪了 那进一步呢 各位也要慈悲 去帮助那些可怜的人 所以我们准备在雅加达 成立慈悲协会 好不好啊 不用钱 只要你的慈悲心 借我用一下 我们去关心那些老人 病人 穷人 所以我们在世界各地 都成立了 在美国成立很大的 在加拿大 在法国 在东南亚 在台湾 都成立了 那目的呢 是希望我们念佛 修行的人 用行动去念佛 去帮助那些监狱的 他很有钱 他天天在卡拉OK 好可怜啊 那你要帮助他 慢慢的让他也会念佛 特别对方在生病的时候 那贫穷的时候 你去帮助他 最容易感动他 也来慈悲 也来念佛 所以希望大家 多去 祝念啊 关怀啊 医院啊 学校啊 监狱啊 所以在这边跟各位宣布 也希望大家 多来参与 这个慈悲的工作啊 道场在哪里 在你的心里面 反正有人就有烦恼 有世界就有痛苦 但是 我们佛教徒 不能太自私 就自己关起门来 念到 念到外面人都 都不了解了 都放下了 我们要念到别人身上 念到他心里面去 所以透过各种行为 但是大家要互相帮助 互相鼓励 有人带头 一个带三个 三个带五个 把医院当道场 把学校当道场 把任何当道场 不分宗教 慈悲才是我们的宗教 任何 不分他是回教 天主教 佛教 慈悲才是我们的宗教 我们是要来爱对方 帮助对方 而不是不要改变对方的宗教信仰 因为 不管他是佛教徒 天主教 回教 大家一起去爱世界 爱众生 一起去慈悲 这样就好了 好不好 所以希望大家 加入慈悲会员 那你要负责任了 你要开始去慈悲了 这个最重要了 最主要的 各位要把快乐 带到每一个地方 一个幽默的人 快乐的人 走到哪里 那个地方大家就会笑 就会很快乐 特别是佛法的快乐 特别是念佛的快乐 那各位一定要决心这么做 为了要这么做 不生气 不骂人 守戒律 所以随时脸都在笑 眼睛 看别人 我能够为你做什么 口袋放一些钱 我能够给你吗 所以变成一个 不自私的人 我想这个叫菩萨 那做一个菩萨 就要有责任 而不是自己快乐 哪里没有快乐 哪里在受苦 那都是我们要负责任的地方 所以各位印尼真的很大 印尼有很多很多穷人 需要帮忙的人 也要追求快乐的人 一个佛教徒 一定要让回教爱上你 因为你很慈悲 你不会想要改变什么 你只想要帮助他们快乐 所以佛教叫空性 空性可以超越一切 所以佛陀叫真理 就像太阳 太阳是要造一切的 它没有分别的 水要给一切的 所以佛陀说 一个修慈悲心的人会变水 让水都变成甘露 一个修慈悲心的人 要变成阳光 一个修慈悲心的人 要变成空气 所以各位以后念佛 也要练习 你的血变成水 你的温度变成热的太阳 你的呼吸变成空气 你的身体变成土地 变成肉给众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融入于众生 爱众生 没有自己 所以你的名字叫世界 你的名字叫众生 你的名字叫真理 我想 就像人家问佛陀说 你叫什么 佛陀说 我叫世界 我叫众生 所以佛陀叫法 法生 真理 我想 任何地方都是真理 任何人不分宗教都有佛性 那你能够如此快乐 自在了 那你要想办法帮助所有人都得到快乐 这就是我们学大乘佛教的目的 但是就是希望各位把握时间 短短的半天 你看我们做了多少好事 各位都变成阿弥陀佛了 回家以后会不会烦恼 会不会 所以因为你已经没有问题了 因为你心里已经放下了 没有痛苦了 没有人可以伤害你了 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